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维珍会歌室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Carol跟小花 Carol 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 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Carol 嗨 Carol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你自己 你的信仰跟学习音乐的背景 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带领音乐敬拜的 好 我从小是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长大 那我大学的时候出国念书 毕业之后我工作了一段时间 之后就到神学院念书 那最后我硕士毕业是在APU的 Seminary 是Major in Master of Art and Worship Leadership 那我之后从神学院毕业之后 我就全时间服侍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也参加过许多不同的音乐事工 那我很感谢神 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去不同的地方 training 去了北加的Bethel Worship School Rossong的Worship Training School 那所以我很多的 很感恩有很多的机会让我成长 那我现在是在LA的国际动力福音教会 带职服饰 哇 其实你这个背景就蛮吓人的 虽然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要说出来吓人的 我真的不是 因为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么多跟自己有关的背景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背景很了不起 可是我觉得刚好可以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这十几二十年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我真的有看到说很多的教会面对敬拜的诗歌 越来越演变越来越不一样 会这种各有所爱 教会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那我觉得因为我的背景使我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 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请Carol来到我们现场的原因 因为她想想看 从那个从小在这个圣诗嘛 台湾长老教会这样圣诗敬拜 还有圣诗队有没有 圣诗队也好这样子 对对对 从国中开始唱圣诗队 对对对 圣诗队也好 圣诗 其实就是诗般啦 对 诗般诗 那我知道真的是很多教会 其实我们第一集播出后 有人就在谈这个 就在问我们很多的回响 就提到说 教会会众各有所好 那不知道该怎么选歌 那我印象中 我以前在芝加哥 我参加过一个播道会的教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那他们的音乐敬拜 干脆就有四个团队 你知道这也够强这样子 那这一周是传统盛师 下周就变成现代音乐 然后再下一周 会变成那个 Acapella啦 或其他的方式 然后还有一周 可以音乐演奏 超丰富的 其实我很喜欢了 其实某种程度 我也蛮喜欢 因为好像每个礼拜 有不同的音乐欣赏表演 很开心这样子 我觉得都很开心 那这样子来轮 那也有一些教会 好像第一堂就老人起得早 唱传统盛师 第二堂就现代敬拜 给年轻人来 来满足不同须 那Carol你过去 因为代敬拜 也有这么多的经历 你有没有也过类似的经历 在教会里面 有这种调整编排 有啊 我自己在台湾的教会 因为是长老教会 那但是长老教会 你现在如果继续要求 他要唱台语的圣诗 其实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早上的年轻人 早上九点就开放给年轻人 那那个时候就比较 比较用吉他 用钢琴啊 比较轻快唱一些 赞美之旋的诗歌 约旭亚的诗歌 十一点正式主堂的时候 就继续回来 传统的圣诗宣招 圣歌队这样 两个非常不一样 两个非常不一样 是是 我在想 我们稍微集结束 其实Jack刚好跟我 我们就谈到 就是一个竹林本身 怎么要去建构更多的歌单 然后更熟悉诗歌 那其实Jack背景 也跟你很像 就是小时候唱圣诗 后来就在带这些 比较现代的一些诗歌 你们都是属于 比较专业的一些 敬拜主领 那所以我们特别要请你 继续来谈的 就是这个青菜 萝卜各有所好 怎么办 那教会怎么选诗歌 那谈谈你小时候 唱传统盛事 就像你刚刚甚至去过Bethel 或者像Hill Song 那你到后来 你开始进入这种 现代诗歌的敬拜 或者带领这样的诗歌 你自己有没有挣扎过 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转换的心情 超级多 真的 你刚刚在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脑中就有好多的画面 真的 我记得我从小 我记得我阿公 我的阿嬷 我其实阿公没有 我的阿嬷 我的爸爸 我的姑姑 我的cousins 全部都在同一个教会 我们就是一直在诗班里面唱 那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一些 比较轻松一点点的 敬拜赞美的一些比较 像天韵诗班这样子 要年轻一点点的音乐的时候 我就记得 我有一次在赴堂 然后我们在唱 在敬拜 然后前面突然有个姐姐 就突然举手了 我吓死 我想说神经病了 没事吧 真的 literally that was my thought 然后 然后 我们教会 刚刚有一个明星 是在我们教会 然后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他突然在我后面 给我分布 你知道我是唱 圣歌队出声的 所以分布对我而言 是一个 no brainer 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很正常 很自然 但是 当那一个 那个男生在我后面 然后用分布去唱 现代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 我简直就想 what's going on it was beautiful but what's going on this is wrong this is wrong 这不是 这不是敬拜了 你突然间觉得 我这不是敬拜 然后你都不要想 是过去 我有这样子的挣扎 我记得 有 我去Bethel training的时候 Bethel已经是very free worship了 很多都是free worship 就变成一个人上台 就开始 你你你你你你你 然后唱唱唱唱 然后就飘飘飘飘飘 不知道回到哪里去了 我一开始在那里training的时候 每一次到这样子的敬拜 这种环节 我就会这样 啊 你这是在做什么 what am I doing 其实挣扎还是有很多 不是只是过去 是一直以来都会 在这些的环节上面 都会有一些些挣扎跟调整 是 其实说真的 我知道真的不容易 我记得我2000年在芝加哥的时候 刚开始 其实芝加哥还是美国比较 中西部是比较保守的 那对对对 那个不准就是只能唱顺势 而且还只有长直可以戴敬拜 那这个真的是昏头了 长直根本没有音乐训练 有些也不会唱 对他而言 戴敬拜是如此的痛苦 然后后来年轻人说要打鼓 又被骂 打什么鼓这样子 那你看都到2000年了 我们都没有想过说 其实教会在传统上面 当他习惯一个音乐的时候 或者他习惯这样的诗歌才是音乐 那可能就才是敬拜嘛 你刚刚也讲 那所以到底来讲 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 习惯传统教会那种音乐敬拜 跟现代音乐敬拜上 请问 为什么音乐对敬拜影响 是这么的大呢 我们先把音乐跟歌词 两个分开来看 是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老师你知道 不知道这些歌 比如说林俊杰的江南 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的We are the world 这你应该知道 知道 Disney的Let it go 知道 悲惨世界里面的I dream the dream 知道 这些你都知道对不对 那再给你一首 奇异恩典 一定知道 OK 在这一些歌当中 你觉得哪一个 这些歌当中 哪一个元素是决定 他们是敬拜的诗歌 我想我们就会说 是奇异恩典啊 因为奇异恩典 对 是颂赞神的诗歌嘛 对 为什么是奇异恩典 OK 因为我们只知道 奇异恩典是这首 因为他的歌词里面 在唱歌颂神的恩典嘛 这样子 他自己怎么得救 对 所以歌词是重要的 对不对 没错 歌词决定 他是不是敬拜的诗歌 对吧 OK 是 那我觉得我很想问老师 其实你在这方面 就是老师了 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奇异恩典 这样的歌词 我放到红魔房里面 The Lady Mamalada 就是那个果酱女郎 大概有人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一首歌 跟我如果把奇异恩典 放在I Dream A Dream上面 我相信是不一样的 可能接受度不一样 他会不会变成一首诗歌 这样子 那我想你可以跟我们说说 到底音乐在诗歌上面 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一个非常 你跟我讲什么歌 我现在里面就充满了 什么样的旋律 我现在都是红魔法的旋律 不要吧 我要配上奇异恩典的歌词 我好困难 这是开玩笑 先讲音乐在诗歌上面 所扮演的角色 我记得我在学校念书 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有一堂课 我那时候有个老师 他特别让我们读一本书 书名我都念不太清楚 书名叫做 Musicophilia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 他的作者是Oliver Sacks 这本书里面 作者就是专门在研究音乐旋律 如何occupy在人的脑中 并且影响我们 就是这一首这本书和是在讲 就是说音乐的旋律会怎么样子 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其实就是音乐与大脑的故事 对不对 音乐与大脑的故事 会影响我们内里的人 是 就像你听了某一些的歌 这个旋律的构造 可能可以唤醒你记忆中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香味也可以 香味你也可以唤醒一个记忆 音乐就是这么的特别 它可以唤醒你记忆中的某一个部分 连接到你的心 使你可以跳出这个理性的大脑 去明白这个歌词 更加的明白 那敬拜的音乐旋律就是这样子 音乐并不是敬拜的目的 信徒 大家记得 听起来有点饶口 但是就听我讲慢一点 信徒只是借着音乐向神献祭 而透过音乐 神的道能够更有效的来对信徒传达 这可以帮助我们跳开理性 从灵魂的深处去认识神 音乐就是这么重要 它就是这么特别 它可以担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是 其实Carol我 我记得我应该跟很多人都分享过 你可能也听过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在走不出来 我丧失弟弟的痛苦 我弟弟过世 那我就背上过度交感神经失调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很depressed 神真的是在音乐敬拜中 医治我的 那你告诉我说 是什么东西 我也说不上来 对不对 可是就在那个敬拜中 我知道他就医治我了 那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神学院里面 这样的一个课程 老师所教导你的确 我想很多人 我们听到一些音乐的时候 的确唤醒我们的记忆 甚至有些东西 就是在那些那样的节奏 或者旋律 可能就让我们可以 感到释放的 感到放松的 感到喜悦的 感到忧伤同感的 那种情绪的部分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 情绪的部分 对于 当然我知道 情绪到灵性之间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很难讲清楚 那我会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 敬拜诗歌的音乐中 一定也有属于 我们灵魂里面 那种情感的需要的 可是不会只有情感吧 而是有怎么样子 借由圣灵 也同时带领我们 进入那种 是就是灵里面的感觉 不是只是感性而已 这样对吧 是 请你 所以我老师还有讲过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在我的脑海 他讲的是 圣 原来我的中文 圣奥古斯丁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若我内心的感动来自音乐 多于来自歌词 我便是犯罪了 若我内心的感动来自音乐 多于来自歌词 我便是犯罪了 当然我觉得 他用犯罪这个字 是比较激动的形容词 但是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 音乐不是敬拜的目的 歌词最终才是我们赞美神的所示 神的作为的管道 这个煽动这个情绪 绝对不是敬拜主领 可以去做的一件事 其实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现在的一些诗歌 就是好像是在煽动情绪吗 那是不是有些诗歌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 情绪性的 多过 发泄 对 就是情绪性的发泄 多过我灵里面的感动 你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 我有一个老师 在我们要毕业的时候 对我们的毕业班 每一个人都讲这句话 对我们 我们都是worship leader 他说 我现在是讲英文的 肯定要翻译一下 他一句说 As a worship leader make sure you don't manipulate your congregation member through worship leading 意思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 透过敬拜 来操控你会众的情绪的反应 就真的很容易 因为当你敬拜太多 你永远知道说 我这边再给他多打几个鼓 或者是鼓换成什么样的音乐 打法 我的会众可能就pump up 你会知道的 身为主理 你是会知道这些技巧 但是你一定要很记得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把你会众的专注力跟心 导向我们的神 而不是只是在那里 挑动他们的情绪 这个时候你的歌词 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的歌词 只是一直在讲说 我要爱你 我要献上给你 我要跟随你 It's all me 你忘记述说神的所事 神的作为 你忘记把他们的focus 带到神的面前 这真的是很可惜 你只是在煽动他们的情绪 When the worship is over 然后呢 对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其实我一直在讲 维珍一直想要建立的 就是我们没有在反对 现代诗歌 我们还是很 appreciate 很多很好听的 现代诗歌 他们也很努力的创作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整场敬拜 都是在那里 我要爱慕你 我要爱慕你 你是我唯一所求 然后我要对你的爱 跟思念无止境 对不对 你爱将我紧紧拥抱 我记得我有一个姐妹 她曾经跟我 她才刚信主 没有多久 她说OK 我敬拜好可怕 我说为什么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唱的歌词 都什么烧我啦 粉我啦 我一定要死全了 这样 我觉得有些歌词 真的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 太煽情了 I'm sorry 我觉得尤其是 现代有些诗歌 我刚刚唱 我刚刚讲的那个歌词 大概大家都知道 我在讲哪一首诗歌 我不是说 那个音乐真的好美 那个旋律好美 我觉得其实 我记得我第一次 听那首诗歌的时候 你身体都会跟着摆动 你都会觉得 好像在那个音乐会的现场 可是后来 我真的觉得 天哪 这首诗歌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我真的能够说 愿你每句话 都成为我命定吗 那句话我完全讲不出来 我也唱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 我们敬拜的中心 一定是神 一定要回到神这里 一定是回到神面前 我们是在敬拜神 我们在高举神 不是一直在呼喊 神啊我爱你 神啊我要你 神啊 这样子 好像都是我为中心 这的确是让我们 现代的人真的是觉得 我会觉得这是现代诗歌 有些可惜的地方 也有一些主理跟我说 老师 其实这也可能反映 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他所经历的 就是比较有限 所以他从他自己去想 所以他只写 他能写这样的诗歌 那我觉得 我们一方面接受这种 现在年轻人诗歌 可是我们也鼓励 就像Carol也还很年轻 这样子 那你事实上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就在讲 就是说 我们愿意接纳不同的诗歌 所以重点 真的不在于说 那个歌词 一定要多像以前的老圣 圣诗都是好几节 比较有续诗 要有文言文 不要文言文就好 有续诗体这样子下来 那现在的诗歌 当然歌词比较简单 可是也不能简单到 真的是不知所云 或者就是重复那些词句 这样子 让人家觉得 好像不是神为中心 是我为中心 所以Carol你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能享受音乐静摆的人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主理 所以我想请问你的 就是说 那么你会怎么样子去帮助 就是说作为主领 你要怎么帮助会众 去选诗歌 我先讲一下 就是从我开始 带领维真的时候 我一直讲一件事 我不是要一般会有 很恐慌 恐慌的去觉得说 不能唱这首歌 我觉得重点是 对不起 带领主领敬拜的人 你要先去帮会众选过 对不对 不是让会众去想 会众的神学 神经根基可能都还不够 所以请你可不可以 以你的训练 以你的经验 告诉我们怎么帮助 这个教会或者主领 去选所谓的 会众唱诗的诗歌 这样子 好 大家要记得 我这只是 我这是两年的神学院的课程 我们现在要把它浓缩到 30分钟里面 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去讲 你下次可以再来 好 谢谢老师的邀请 但是 我觉得两个先分开 我先对竹林讲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 音乐 是一个可以唤醒你回忆的 的一个 你要说它是weapon也好 一个tool也好 一个承载的工具 对 所以对于竹林而言 今天你要带敬拜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会众 是consist of什么样子的人 你的会众是什么样子 组成的人 我本身 好 我就先讲我的弱点 我非常难接受小调的诗歌 这是我的弱点 我很努力的要通过 那有一些特别的场合 我是OK的 对我而言 at time is ok 但是你一直教我唱小调的诗歌 我会很辛苦 但是如果今天 我的会众的主群 就是这样子一个 background的会众的话 当我要借由某一种的音乐 去帮助他们进去敬拜 来敬拜这个神的时候 如果小调就是他们的语言的话 我就是要用小调 yeah that's right 不是用我自己所喜好的音乐 我的drum rock 去敬拜这个敬拜 今天我觉得 这一首歌 Bethel的这首歌 非常的好 我就硬要带去给我阿嬷听 唱个十遍 我阿嬷还是不知道我在干嘛的 是 身为主领 最重要的是 不是带自己喜好的 你要去知道 你认识你的会众 你要去知道 什么样的音乐 可以对他们说话 面对会众 那要怎么办 今天我的会众可能有 十种 尤其在北美的 这个 这些 这些教会当中 我可能有人是南非来的 我可能有人是 从蒙古来的 有可能是台中来的 这么多的组成的 不同的地方组成来的会众 你要叫一个主领 在每一场敬拜当中 每一个genre 每一个aspect都 都去顾虑到 不太可能 是 做不到 对于会众 当你在面对这一些诗歌 可能不是你的genre 可能你就是习惯 augestra 管弦乐团 可能你就是习惯 圣歌队 可能你就是习惯 fall on the worship band 或者是gospel music 当它不是你的genre的时候 你要记得 歌词 你现在要做的是 线上你的敬拜的记 什么样的音乐genre 对你而言 不是最首要的 是 现在就是你要敬拜神的时刻 所以当教会 一直在做这样子的教导 当你的主领 当你的会众 对敬拜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卡住 我今天要用什么样形式的音乐 什么样的歌 我要选 Joshua 还是我需要回到 天韵诗歌 these are no longer the questions right 这已经不是重点了嘛 这个是教会 我觉得现在教会在面对 这一些选歌的问题 不同背景的人的 喜好的问题 可以去更多的去教导 更多的去分享 让大家对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 尤其是我要讲 圣诗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唱圣诗了 因为圣诗你要找YouTube 都很难找 年轻人根本听都没有听过 以前我从小 我阿公阿嬷最爱唱 自好朋友就是耶稣 现在大波数 只有在桑里才听得到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是哪些歌 尤其是 传统圣诗 去研究 去发掘 然后用你的会众 可以接受的 genre 去呈现这些诗歌 是 用这些诗歌 来帮助他们敬拜神 这些是 我觉得现在教会 可以更多花时间 去努力跟 带出来的 是不是 突然没有花 没有 Carol其实她刚刚讲得很好 她讲了第一是 先了解你的会众 而且我觉得 很感谢 两位竹林 Jack跟Carol 他们都提到一件事 不是带你喜欢唱的歌 我们有太多人 都是带自己熟的 我上次也讲了 我喜欢带我自己熟的 我刚听到这首好棒 这样子 可是你一带的时候 会众其实 你的会众 其实并不了解 所以你讲到的第一点 就是 请你要带领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整个会众组成的结构 那他们传统上的 可能背景上是什么 那至于你想要带领他们 去探索更多新的诗歌 可能需要慢慢来的 教会要慢慢去教导的 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特别 最 vivid 的例子 今天早上我们牧师的 讲道是要叫我们 像一家人 彼此相爱 是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主题 我就很努力的去找一些诗歌 然后比如说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或者相爱合一 这些比较老一点点的诗歌 我们在录影结束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个长辈 七 七十 七十几岁了 嗯嗯嗯嗯嗯嗯 对他突然跟我说 Caro 我真的很谢谢你今天的选歌 我说蛤 什么意思 然后这位叔叔 他就突然说 我可以有一场敬拜 从头到尾 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真的很棒 嗯嗯嗯 我真的很感动 是 那真的是 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 我们要录这个题 嘛 It's once again hits my home 我带的都是年轻人 我习惯都是带年轻的诗歌 嗯嗯嗯 但是记得 as worship leader 我一定要回来看这个会众 他们的诗歌 我为他们预备 这是我的呼召 跟我的责任 嗯 这真的是很重要 是 我觉得非常谢谢Caro 今天 我们讲这个 青菜萝卜 各有所好 我们怎么在教会选诗歌 那我想我们刚刚 最后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心得 至少是一个简单的 大家可以去做的 一就是 请先了解你的会众 第二是 你本来就要考虑 有不同的层面的人 那我觉得刚刚 Caro最后举的例证 也非常重要 就是 其实我也很害怕 不要说别人 我也很害怕 我今天敬拜的 三四首诗歌里边 我没有一首听过的 那我也会觉得 非常的可怕 然后 完全不知道 他们在唱什么 其实我有过这个经验 就是我有一次参加 因为我 其实大部分 我是一个习惯在英文 我都在英文堂聚会啦 其实我是一个 在英文聚会比较多的人 那有一阵子 我参加一个周六聚会 结果那是一个黑人的 music of 这个pastor 一个music leader 他好喜欢唱一些 他自己喜欢的歌 我没有意思 会唱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真的是 敬拜几次之后 我就再不想去那个service 我就不想去那个堂敬拜了 因为我觉得 他都唱 我不会唱的歌 那我不要唱了 这样子 开始可能很excited wow something new but then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slowly 你就失去这些 对 我没有办法敬拜嘛 因为我不懂嘛 我不知道这些歌 所以真的是竹林 要考虑一下就是 会众里面 就要唱新歌 也可能一次一首就好了 这样子 或者你可以穿插 不同的诗歌 可能对教会 不同背景的 都会有一些帮助 因为最重要 我们现在 当会众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要帮助他们 英文讲 congregational worship 今天不是 在家 worship 对 会众敬拜 要让他们会众 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觉得 congregational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说 今天你在会堂里面 虽然每个人 自己在跟神敬拜 但这是一个会众敬拜 我们需要同心 我们可能很少就想过说 在敬拜中可以同心的 事实上在敬拜中 绝对可以同心去worship 然后大家都会很感动 有没有 眼泪都会掉下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好的敬拜主理 应该是带领这样子 Carol 我觉得还有太多东西 真的还想跟你继续聊 我们一定要再约你 下一次再来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 可以对一些教会的音乐敬拜 主领 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